汉景帝是个好皇帝吗?他仅仅在位16年,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汉景帝是西汉非常重要的一位皇帝,同时又因儿子汉武帝的光辉而往往又让人忽视的一位皇帝。 那么,汉武帝在位期间发生了哪些事呢? 下面,请大家跟着包包说历史一起来了解下吧。 公元前157年夏天,汉文帝去世,在这个盛夏时分,历史正是进入了文景之志的下半场。 这一年汉景帝32岁,刚刚登基的汉景帝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而且,之前他爹给他留下了一批非常可靠的老臣。 文臣有身徒家,朝错,原昂这样的能臣,武将有周亚夫这样的一流名将,朝政上的事情,基本上不用汉景帝太费心思。 另外,汉文帝去世的时候,汉文帝他妈,汉景帝他奶奶,那位经历无比传奇的博太后,这时候还活着。 这位博太后,此时在汉朝已经堪称活化石一样的存在了,有他替汉景帝压阵,汉景帝接班的整个过程,基本上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就这样,西汉的最高权力,很快完成了平稳交接。 顺利掌权之后,汉景帝开始继续执行他爹留下来的各种计划。 对于匈奴那边,汉文帝在位的时候,留下了一整套方案,大体上以和亲为主,但是同时,北方的防线却布置得滴水不漏。 另外,汉朝还开始对匈奴进行经济封锁和文化渗透。 而对于地方诸侯国,汉文帝在位的时候,已经把最强大的齐国和淮南国,全部肢解。 那些诸侯国对于汉朝中央的威胁程度,已经大幅下降,甚至可以任由汉景帝拿捏。 所以接下来,汉景帝需要做的,就是不断找查。 每次找到一个错误,就可以从一个诸侯国手里,拿回一块土地,最后彻底完成削藩。 所有的这一切,早在汉文帝在位的时候,都已经提上了日程,并且开始顺利执行。 所以汉景帝登基之后,什么都不需要做。 只要顺着他跌定好的方向,继续往前走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汉景帝利用赵王犯罪为名,收了赵国一个郡。 以楚王在国丧期间搞事情为由,收了楚国的东海郡。 然后又以郊西王违规买官为名,收了郊西王手里的六个县。 所有的这一切,进行的都很顺利。 同时,在这期间,汉景帝又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已经是汉景帝的第十个儿子了。 虽然当时这个孩子的出生,没有多少人注意。 但是这个孩子的出生,却是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汉武帝。 就这样,找查两年之后,下面的那些诸侯王坐不住了。 公元前154年Janger Isle,就在汉景帝刚刚登基两年半之后,乌王刘碧正式宣布,起兵造反。 同时,其他六位刘氏藩王,也都宣布响应刘碧,开始一块造反。 这就是历史上的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应该算是汉景的在位期间,最大的一件事了。 不过这件事的发生,其实当年汉文帝在位的时候,就已经预料到了。 而且早就做好了很多准备,所以叛乱爆发之后,汉景帝果断启用周亚夫作为评判的主力。 同时,北方的汉军高度警戒,防备匈奴南下。 在这之后,因为汉军打出的旗号,是要替汉景帝清军策,诛杀主张削帆的朝错。 所以汉景帝为了让汉军失出无名,直接干掉了朝错。 杀了朝错之后,汉军依然不肯退兵。 所以接下来,汉景帝就在舆论上占了上风。 后世有很多人认为,杀朝错这件事,很有可能也是当年汉文帝留下来的计划,围的就是甩锅。 反正在之后,当双方真正开始交战,汉军很快就落了下风。 当年汉文帝在位的时候,曾经把自己的小儿子刘武,封在了梁国。 地盘正好遏制几大诸侯王的进攻。 所以七国之乱爆发之后,梁王刘武正面挡住了吴楚联军的进攻。 而其他几位叛乱的诸侯王,则是同样被汉景帝派兵拖住。 然后,周亚夫走了另外一条路,直插吴楚联军侧翼,断了叛军的梁道。 在这之后,汉军主力很快粮草断绝,就地崩溃。 然后,周亚夫迅速平定了吴国和楚国。 至于其他五国,在吴楚联军战败之后,也迅速被平定。 基本上没有任何意外,而且在此期间,因为汉朝北方防备的比较严密,匈奴也没能找到机会南下。 就这样,声势浩大的七国之乱,仅仅折腾了三个月,就彻底结束了。 因为这场内乱时间极短,所以基本上也没对汉朝的国力造成多大的损失。 而七国之乱平定之后,汉景帝则是以此为由,直接收回了其他所有诸侯国的人士任免权,以及军队指挥权。 所以在这之后,老刘家的诸侯王,手里就只剩下了在封地内收税的权利,从这时候开始。 汉朝诸侯王的问题,其实就已经解决了。 至于说后来汉武帝时期的推恩令,其实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让问题彻底消失而已。 解决了异性王的问题之后,汉朝内部已经是一片太平,边境也非常安全。 但是接下来,汉朝高层开始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首先,汉景帝的母亲,那位传奇的窦太后,开始给自己儿子找麻烦了。 七国之乱爆发之前,汉景帝的奶奶,那位薄太后已经去世了。 而在薄太后去世之后,汉朝后宫就以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为尊,而这位窦太后, 此时则是要求汉景帝立自己的弟弟,也就是那位梁王刘武做太子。 对此,汉景帝自然不答应。 但问题是,汉景帝的皇后并没有儿子,所以在这之后,汉景帝只能立自己的树长子刘荣做太子。 而刘荣被立为太子之后,他的生母丽姬开始变得非常骄纵,在后宫非常霸道。 如此一来,这位立基后来就得罪了汉景帝的亲妹妹,管桃公主。 在之后,这位管桃公主就开始给刘荣上眼药,并且开始暗中扶持汉景帝的另一个儿子刘智,也就是后来的汉武帝。 接下来的三年里,围绕着这场夺敌之战,汉朝高层开始逐渐暗流涌动,斗塔后想要立小儿子刘武,朝中以周亚夫为首的一些大臣, 支持已经做了太子的刘荣,而以管桃公主为首的一群人,则是支持皇室子刘彻。 就这样,大家斗了三四年之后,这期间汉景帝生了一场大病,差点直接被送走。 病重期间,那位太子刘荣的生母丽姬,极为骄纵,搞得汉景帝非常不高兴。 所以等到汉景帝康复之后,公元前150年,汉景帝正是废了自己的树长子刘荣,然后改立刘彻做了新的太子。 至此,汉景帝一招的夺敌斗争,正式宣布结束。 夺敌之战结束之后,汉景帝刚刚稍微松了一口气,不过接下来,匈奴那边又有事了。 当然,这一次匈奴那边的事情,其实是好事。 经过几十年的文化渗透之后,很多匈奴人开始逐渐仰慕汉朝的文化,逐渐有了归降汉朝的心思。 之前的几十年里,虽然陆续也有一些中下层的匈奴人,选择进入汉朝这边,归降汉朝。 但匈奴高层却始终没有过动静,直到那场夺敌战争结束之后,匈奴终于两个王带着自己的步骤。 主动投降汉朝,这其实是汉兄斗争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从这个时候开始,汉朝开始对匈奴有了绝对的优势,尤其是在文化和经济领域,更是汉朝终于可以碾压匈奴。 不过,这件事却导致汉景帝和周亚夫之间逐渐开始出现裂痕,之间的几年当中,周亚夫因为平定了七国之乱,一直深受汉景帝重用。 不过在匈奴归降这件事上,周亚夫作为武将,主张斩禁杀绝,但是汉景帝作为皇帝,却主张以朝降为主。 最后,周亚夫直接以辞职威胁,汉景帝也没惯着周亚夫。 直接批准了周亚夫的辞职报告,至此,一代名将周亚夫,算是和汉景帝彻底决裂了。 此后几年,周亚夫一直退休在家,四年之后,汉景帝身体越来越差,然后就发生了所谓的周亚夫谋反事件。 简单来说,就是周亚夫他儿子,给周亚夫买陪葬品,买了一些铠甲和盾牌。 对此,有人举报说周亚夫想谋反,然后周亚夫就被关起来隔离审查。 审查期间,周亚夫绝食抗议,最后活活饿死了。 周亚夫的死,其实也是一个标志,当年汉文帝刚登基的时候,西汉开国工臣集团。 其实非常势大,对于这些工臣,汉文帝既需要重用,但又非常忌惮。 整个汉文帝时代,汉文帝做了很多努力,打压这些工臣,但同时又确保政治稳定。 而到了汉文帝去世的时候,工臣集团已经被彻底打压,很难再成气候了。 等到汉景帝登基之后,周亚夫作为汉朝开国工臣周伯的儿子,已经算是工臣集团的领袖。 而如今,周亚夫死在了监狱当中,其实也标志着原本强大的工臣集团,彻底没落了。 在周亚夫退休到去世的这几年当中,汉朝基本上是天下太平。 最大的事情,基本上也就是某些地方发生地震或者旱灾,但最后影响都不大,唯一值得一提的,是那位梁王刘武死了。 刘武死后,斗太后自然也就没法再提换太子的事情。 所以在这之后,刘彻的太子之位就彻底没了任何威胁。 而周亚夫去世之后,接下来的两年里,汉景帝的身体情况越来越差。 两年之后,汉景帝终于去世,然后太子刘彻顺利接班。 历史就此进入了汉武帝时代,这就是汉景帝时代的大致脉络。 除了这些大事之外,在政治上,汉景帝进一步降低了税赋。 把原来的15税衣改为30税衣,在军事上,汉景帝又启用了几位积极抵抗匈奴的将军,比如李广和称不是等人。 这些人,后来都在汉武帝时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另外,汉景帝还继续坚持重农艺伤的策略,并且积极贯彻汉文帝时代制定的马夫令,继续大规模养马,继续大规模向边境移民,充实边境防务。 在经济上,汉景帝又开放了护士,开始利用贸易手段,对匈奴进行童话和打击。 不过这些事情,都是当年汉文帝在世的时候确定的方向,汉景帝只是继续执行而已。 汉景帝在位期间,可说的事情,确实不太多。 最大的事情,基本上也就是七国之乱,再加上汉武帝的夺敌斗争了。 但要是和历史上其他类似的时代相比,汉景帝在位的这段历史,实在是显得有些无聊。 但有的时候,无聊的历史,却恰好是老百姓最幸福的时代。 而且,也正是因为汉景帝继续修养生息,继续攒家底。 这才有了后来汉武帝大规模反击匈奴的底气。 这就是历史上真实的汉景帝。 以上。 还rand制了汉武帝王。 这就是历史上真实在很儿子。 准备��伴位置上真实的汉 -♪ 一邊的话, 还います建同门嘴阳丝。 这个热字元就是אח家了的广点。 その这些道具 lud提高分上真实在程度。 尝拒深一个事,整理的广队 你 expensive了。 被对驱冯偿在理、我们要舐了和OK的时代分广前面是无聊英诶吗? 没有HH hast期视 odc搞很大是?